大唐赵首天 第48集 爹 你在外面养小倩了 臭小子 别瞎说 让你娘那个母老虎听见了不得了 娘 你怎么来了 居然连你老子也敢戏弄 三天不揍你 你又觉得你行了 哇 怎么 我们的卢国公 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 为了一个小妾 都开始打自己儿子了 妾身要是说上两句 你是不是准备把我修了 让小的进门呀 夫人 你听我狡辩 不 你听我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没想到朝廷官员和我们百姓也差不多啊 竟然也会养小倩 我要将这个报纸拿回去给我夫人瞧瞧 老哥 我可真佩服你的勇气 我可听说卢国公夫人发现他养小倩后 把他挂在家里树上暴晒了三日 你可不知道 那样子真是太惨了 你说的不对 我听说的是 他被夫人踢中要害 好像已经变成废人了 伺候陛下的公公都去看过了 说是卢国公以后可以陪他一起伺候陛下了 你这是写的什么东西 什么叫程咬金偷看宫女洗澡 老程刚养了小倩 百姓正觉着过瘾呢 你要写他偷看宫女这点小事 谁还会看 还有 老程什么时候看宫女洗澡了 不要把没发生过的事情写上 你以为你这是写小说呢 我们要实事求是 卢国公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赵驸马 我们应该怎么写 以后请教我赵社长 陛下偷看宫女 起早你觉得怎么样 对呀 这样写绝对尽口 百姓最关心皇家的事情了 就写 陛下与宫女在小树林里的二三事 你马 这也是个人才呀 这样写的确劲爆 但我不保证明天你的西瓜还在不在 你们现在都是长安报社的记者 从明天开始 你们要去长安周边 搜集新鲜有趣的事情 比如王大爷家的鸡 为何不下蛋 张寡妇的门 晚上为什么没关等等 整理好之后 都要记录下来 我们报社任何事情都可以写 但是一定要记住 不可以瞎编乱造 比如说有大臣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只要有一定的证据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 刊登在报纸上 不过 报纸排榜后 一定要让我审核过 才可以正式印刷 赵小子 你给安老生滚出来 怎么突然就冒出 这个叫报纸的东西了 卢国公在外撕养小妾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居然用这么珍贵的纸 印刷这个没用的东西 老爷 今天这个叫报纸的出来之后 整个长安城 已经没人讨论玄武门的事情 百姓都是对卢国公这件事 更感兴趣 不可能 昨天外面还全是我们散布出去的留言 怎么可能一下就没了 去查一下 这报纸是哪里来的 是何人所作 老爷 是朝廷昨日才成立的机构 叫大唐报社 目前还不属于六部中的任何一部 如果真的按照你说的 现在长安城都在讨论程咬金的事情 那就麻烦了 有了这个报纸 陛下等于掌握了无数百姓的嘴啊 走 去王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